锅包肉 食材 猪梨鸡150克 土豆淀粉100克 玉米油600毫升 糖45克 米醋50毫升 盐2克 料95毫升 葱5克 姜5克 蒜5克 胡萝卜5克 做法 将鲤脊肉洗净 去筋协助切成两半二 将肉切成刀背不厚的片 将料酒和1克盐加入肉片中抓匀 4 选入东北纯土豆淀粉 将淀粉倒入碗中 加入适量清水将淀粉泡半小时以上 半个多小时后 清水会浮在淀粉上面 将清水倒掉 将泡透了的淀粉抓进肉片中裹匀 将葱葱姜和胡萝卜 香菜耿蟹细丝 蒜蟹小片 9 起锅倒油 加热到7成熟 将肉片一片片下入锅中炸至起泡浮起 11 将炸大的肉装在碗中 分四把肉炸好低点后 油温继续加热至最高 油面完全平静 有少许烟冒起 将肉分四下入腹炸 炸至有斑驳的焦红色 捞出控油 20 秒左右 将油倒出 加入白糖和醋中 或熬至有些汁有些粘稠 随后加入所有调料丝翻炒片刻 大火倒入肉快速挂之出锅